你来自于这么好的家庭 你的父亲都是这么属神的人 他们在服侍主 为什么你会活在古人里面 其实这个跟我的父亲 没有直接的关系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回头看 整本圣经里面 你就会发现 从亚当开始 当人犯罪堕落之后 当人离开伊甸园 当人与神的关系隔绝的时候 就发现 我们就落入在一个光景当中 就是一个无腹的光景 无腹的一个环境当中 因为我们与天父隔绝 所以你会发现 在圣经里面 不管每一个人 每一个父亲 都是有瑕疵的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 他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以什玛利 一个是以撒 后来我们看见到 在他做父亲当中的 不完全的里面 以至于以什玛利 被赶逐出去 虽然在神的心意当中 神允许神也拯救以什玛利 可是我们发现 那一个无腹 或者是一个孤儿的灵 影响了以什玛利 跟以什玛利的后代 有多深 我们看见以撒 他在做父亲当中 我们知道 在圣经里面 以撒跟利百家 是唯一真正 好像照着圣经神 起初讲到的婚姻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的 可是在他们做 养育儿女当中 你发现他们都不完全 为什么 因为以撒偏谁 偏哥哥以嫂 利百家偏谁 偏弟弟 对不对 雅各 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带出来的一个伤害 所以你看到整个的圣经 整个的旧约的历史 我们看见到的是 就是这个无腹的世代 当你讲到你家 你的父亲 或者是谈到 我的父亲的时候 其实这不是一个 甚至我们说 无腹的世代 是一个华人的咒诅 因为华人的父亲 可能不太会谈爱的 也不会说我爱你 更没有身体肢体的 这种拥抱跟接触 可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 这个其实是什么 我们只能够给予我们所有 我们的父亲都不完全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父亲不完全 而那个不完全 就是从什么 从亚当开始就不完全 而我们能够有的 我们才能够给予出去